這車多長 4050 軸距勒 軸距 4050 忘記了 哈囉吧 全新Honda Fit 對 終於等到它了 終於齁 第四代全新Fit 算是台灣本田這兩個年度以來 最新唯一的一個新車 對齁 他們真的很久沒有全新的重要的車子 沒有大概款 就是大概款的Fit 外觀上是不是跟之前真的差的蠻多的 對啊 畢竟大白孔 你整個車頭車尾完全不一樣 尤其它這個其實有一點點微Van的感覺 有點VV的感覺 尤其它的車尾這個C柱那邊的線條 其實跟他們的Odyssey有那麼一點點像 那車頭其實就很多圓 很基本你看到就是這個微笑的感覺 其實我覺得那個仿生的感覺變強烈了 對啊 有點像小動物 它就是一個 氣霸也像笑臉 然後這個 上面這個水箱護罩也像微笑 然後燈也微笑 這整個都是用微笑的感覺去 變得很友善的感覺 對 本來有點小小兇兇的 對 但現在看起來變成一個可愛友善的小動物 就是更摩登更都會更家庭的一個感覺 那當然除了外表以外 那動力上也都整個都完全大改 那雖然它還是1.5的 聽起來1.5升排氣量差不多 其實是聽起來排氣量一樣 可是事實上它整個引擎就是完全是全新的地球夢的引擎 全新的引擎 對它是送突輪走的 然後排氣量多了1cc 所以它整個裡面的內部結尾完全就是一個新的引擎 那它包括它的近排氣有優化 包括它裡面的基建有輕量化 所以它拉短速各方面的表現都變得更好 所以實際看起來感覺要上路講 好 上車的安全在先上 我們要先介紹內裝嘛對不對 我想說慢慢的 不要囉嗦 好 這個車內裝真的跟以前差太多 對 完全不一樣 對 所以在你正式介紹以前 我覺得也要先講一下我的感覺 你的第一個 影像對不對 其實上次在預拍的時候我就已經發現 這一代的Honda Fit 它的內裝 要怎麼講 它那個整體的感覺 又把你完全全的往外來又帶了一步 它的方向盤最主要我們駕駛人先遇到的這個東西 這個方向盤太熟悉了吧 這就是所謂的Honda E電動車的方向盤 對 一模一樣 完全全直接複刻 雙幅的 是的 然後呢 它為了跟Honda E的方向盤 上面不是有這個飾板什麼的 去做呼應的時候呢 它的排檔座的飾板 它的旁邊的這個飲料座的邊框 你那邊也是嘛 對不對 這些全部都是改用的這樣子一個塑膠 但是是烤上 以前我們說 塑膠烤上黑亮黑烤漆 就叫做鋼琴飾板 這個感覺是塑膠烤上的白色的亮白 就變成這樣子的一個視覺呈現 整體的感覺說真的讓你覺得耳目一新 以前的Honda我覺得它的內裝設計有一點太過繁複 現在的全新的FIT 它的線條還是相對繁複 但是它全部採用水平線條 沒錯 剛剛說的是水平 這也是水平 這也是水平 所以整體看起來呢 比較有規格 比較有系統的感覺 沒錯 然後你就不會覺得眼花撩亂 是的 然後而且透過複雜的線條 我們要講一個難聽話 因為這個車畢竟是小車 成本一定有所考量 所以你的硬質塑膠的部分 一定會比較高比例 可是這個方向盤的質感其實是不錯 超棒的 包括你前面這個 也是軟的對不對 多的這個置物殼 這也是個空間 下面當然還是依然是手道箱 對 那在這樣的搭配之下 你就會覺得說 因為視覺讓你比較豐富 所以你就不會覺得說 哇好像有點單調 有點熊密的感覺 還是有一個設計的感覺在 對 那其實你剛剛說這個水平的 就是這次改款的最大重點 你看以前的傳統 我載到了 對 你看傳統的這個中控台 就是你看一定會有一個 一個這個儀表板會凸起來 對 所以它就是很 這個HONDA在這個 車內視野一向是它的強項 強項 所以也讓這台車看起來視野感 非常的誇張的寬廣 對沒錯 那它第一個就是先把這個 所有你前方的視野先拉成水平 對 然後再透過這個非常往前延伸的 這個 延伸出去的 為A柱 假A柱 因為它看起來是A柱 其實它不負責結構 對 整個A柱是在這裡 對 那它這個斜切 這個兩側的角度 這個視野真的是 我覺得應該是 目前市面上車 車沒有這樣子做 最好的 幾乎是 極少數才有 應該是這樣講 它的A柱呢 如果把它剖開來看 裡面會有一點像三角形 所以從我這個角度看過去的時候 剛好是看起來是比較窄的 你那個角度看過 左邊呢 也會看起來比較窄 對 所以會讓視野整個變大 一般的車子呢 它可能是一個方形或是圓形 沒錯 你看起來它那個量體就比較巨大 遮到你的視線的比例就會比較高 對 那除了這個中控台設計以外 它這個顯示的部分 其實也有做一些巧思在 你覺得它這個儀表板往下壓了 其實司機上你的判別上 它透過這個數位儀表的設計 其實在判別辦其實不會比較困難 而且它 你現在發現它只有一個很基本的訊息 對啊好簡單 對它就是它們標榜說 它怕太多資訊給你 有時候會手忙腳亂 或是眼睛會太緊張 你不曉得你看到什麼訊息 所以它其實有一個simple 就是簡單的模式 你調下去之後 就連轉速表都不見了 所以你現在是在最簡單的模式下 對那你需要有其他模式的情況下 都可以選 就會再跳出來 當然你有什麼平均油耗 或是你其他模式都可以從這裡去做 包括你這個安全設備的顯示 都可以再把它打開來 這沒有中文化 對 這個稍微 只能看英文 可是其實辨別上面有太大的問題 其實這很重要 因為在以往來講的話 因為Honda本來就是一間 很會設計讓你好好開車的一間 對人體工學的這部分是非常的 相當是它的強項 所以考量這個東西進去以後呢 這也合理 對 那你當然不用說你周邊的這個救手度 這個空間的開過度 包括你的充電座 你的置物空間 這個就一向就是他們的強項 上處都是置物空間 對那當然就是還有你 還有一個很重要是它的後座空間 對這個可能要出去後面才繼續講下去 好 好走 欸這次有纖細安全帶喔 我習慣要養成 後座 哇靠 這是小車嗎 沒錯 車長是不是4045mm而已 然後軸距2530 2530 聽起來不長 那為什麼這個空間會這麼大 你看我座的話現在是 三個拳頭的 腿部空間 這完全就是中型房車的空間 頭部兩個 沒錯 橫寬比較窄一點啦 沒辦法小車嘛 對 但是其實還是非常的開闊 尤其這家上剛剛講的 視野開闊嘛 沒錯 整台車都是明亮通透的 你當然就覺得坐在後面 是覺得是寬大的 整個壓迫感都非常的小 沒錯沒錯沒錯 非常舒服 那除此之外還有什麼好玩的 那它這個你當然說 這個座椅變化一定基本的 已被翻倒一定是最基本的 對啊 60分離嘛 對60分離 哪台車沒有 延長你的這個行李箱空間 對 可是它這個Honda Fit 從第二代開始就有一個很特別的設計 什麼東西 這是Ultra Seat Ultra Seat 來 好像有印象 很特別的 你只要找這邊 欸 你只要長行的 兩個動作就可以了 沒錯 那要放進來的話是怎麼樣 我可以整個人站進來 好放下來 你只要把這個拉下來 放下來卡住 我就可以再坐進來拉 好像很輕鬆的感覺 沒錯 那你會發現為什麼下面可以這樣做呢 因為它把油箱移到前面去了 喔難怪田舟的下方有凸一點點 對 而且這樣子的話 後座也可以維持類似國嶺地板 這樣子就是 中間是沒有一個中央橫走的 沒錯 這次Honda在空間利用上的 難怪Feed永遠都讓人家覺得說 好像空間在同級來講是最大的 沒錯沒錯 那至於 最後講 開架的感覺 剛剛說它換了新的引擎 是啊 開架有什麼感覺 我們要再跳一跳前座去 好 走 欸 又跳尾前座來了 出發吧 走 好 我們邊開要邊說一下它這個 你當然這個駕駛氛圍 剛剛就大概說過了嘛 對 還是非常的救手 那還有一個我剛剛忘記要補充一下 就是它的座椅的部分 前座的座椅有重新設計過 它特別強化了這個腰部的這個彈簧設計 你會覺得 好像有欸 對 像你腰部好了你會覺得它稍微往前突襯著你 誰跟你腰部好 總之它有多一個腰部的支撐 就是腰這邊好像有一個腰靠浮出來的感覺 你坐進去 但是你坐下去又不會覺得被頂住 對 它又會順著你的體型稍微把你包住 然後讓你一個舒服的往後 然後你又發現它的側邊的腰部的這個 這個褲褲性 好像也不錯 太胖的人不知道會不會說 你又猜到一個重點 它有說像歐機車有些太包 對 然後日系車有些不太夠 對 所以它說它整個的氛圍跟這個 作業設計就介於歐日之間 歐日之間 歐日之間 有一點硬又不會太硬 有一點軟又不會太軟 有一點包又不會太包 都是一個中庸的路線 好 實際上 那這個中庸的路線其實也 落實在它的駕駛感受上 OK 那你說它這個一樣是 1.5的自然機器引擎 可是它在這個動力速度上 有做一點優化 運轉的那個精緻度上優化 包括它配合新的CVT之後 它會利用這個變速箱的邏輯 當你這個在加速的時候 它會再把轉速固定在這個扭力的甜蜜點 是因為這樣你才固定在S檔上面嗎 對 你會發現我速度一直往上加 動力一直往上跑 可是它轉速是維持在那個甜蜜點 不像過去的CVT好像會一口氣啊 然後到最高轉速 然後大聲 我懂了 可是你好像感覺不到它有動力出來 因為它過了那個動力甜蜜點之後 其實動力會略為衰退 那我們傳統的變速也是這樣子啊 因為傳統變速箱的話 你不可能像CVT一樣 永遠夠固定在 假設最好的甜蜜點是2500轉 對 你總是會有個段位的弱差 然後上上下下 但這樣的話 它就會一直固定在這個地方 然後讓你的整台車開起來 會覺得一直都有利 對 就是你不管是從起步加速 或者是再加速 它就用電腦去控制 讓它的引擎的運轉的甜蜜點 一直維持在動力最好的地方 它近只是一台1.5 甚至很近距的小車 對不對 力道不可能多大 它就用這種方式 來補救 讓它隨時開起來 都是覺得動力是豐沛的 對 那你有沒有發現另外一個進步的地方 就是它變安靜 MVH變好的感覺 沒錯 它在這個下半部 它在這個B柱下方 這個下面的結構裡面 都有填充這個泡門 喔唷 對這樣講 對 所以它整個的MVH變好了 那懸吊的部分 雖然說 也一樣 剛剛也是這樣設定 就是歐美之間 有點Q 有點軟 有點硬 有點不硬 所以你其實很有趣的是 它的操控性 感覺好像比上一代 好像沒那麼準 可是又有路感又比你比較好 說實際好像 有點舒服 可是你又感覺到 路面的彈跳 這是一個很妙的感覺 側傾 感覺巡洋行程有點長 對啊 你剛剛稍微小開一下 好像轉過去的側傾 好像有點大 可是它還撐得住 然後你路面的起伏 跟這些路面的改變的震動 你都感覺得到 你還是可以掌握得住 這個車的動態 你剛剛沒有講 這台車引擎的輸出現在是多少 多了一匹馬力 一匹一匹馬力 一匹一匹馬力 這樣是幾匹 一匹一匹 一匹一匹 前一代一匹一匹 對 那扭力是14.8公斤米 那因為這個動力輸出的數據 改變不大 主要是這個 感覺不出來 對 所以主要還是這個變速箱 CVT它的調配 還有像整體行路性的一個進化 所以基本上 如果你 如果你想要等這個 Hybrid的車型 你看要等到12月 那如果在這之前 你想要一部 享受新車快感 對 那你喜歡HONDA車迷 又喜歡FIT 你可以先享受 那其實就是 現在9月份 這台車就要上市了 而且不要忘了 這一台車是自然經濟的汽油版本 跟Hybrid比起來 還有10萬塊左右的價差 沒錯 這個車現在的預售價是75萬左右 76萬 我沒記錯 可能上字幕 對 然後等到Hybrid的話 就要80幾萬 沒錯 所以 如果你想要享受最新科技的話 然後又需要這樣一台小車的話 那當然 我會建議 等等看12月的時候 的Hybrid版本 對 那個時候 我們也會再做一次 進一步的報導跟體驗 沒錯 但是如果你就是 像你剛剛講的 想要嘗鮮 現在就想開新車 反正開出去真的 跟人家就不一樣 這個車真的是 整體的設定 跟之前的FIT 又有 有頗大程度的不同 好 現在最後還有講一個 非常重要的地方 就是它HONDA 是一直上來的 對對對 剛剛都忘記說這個 對不對 現在就要提到說 跟上一代的差異 就是HONDA Sensing 那它有 當然它沒有全速預約 ACC 30公里以上 它有一個很重要的是 它有這個LKS 就是車道維持的系統 當然要72公里以上 才可以作動 但是可以車道至中嗎 對 車道至中 這個在B-Segman的小車 應該是目前市場 國產 應該是這樣講 國產小車的唯一 沒錯 進口頭應該也好像 有啦 B-Segman還有像Polo 這樣 那價格就更高了 是 所以它就是在80萬以內 你現在唯一買得到 車道維持之中的車款 了解 了解